我帮我熬门掉 那我先走了 你收拾东西吧 我送你 好吧 教你怎么锁门 干吗 锁好门啊 你以后每天记住了 要把门锁好了 行行行 我知道 我知道 要记得检查几遍 你别把里面的东西弄坏了 当然 你放心吧 你每天都住这儿吗 当然啊 除非你赶我走啊 那我就放心 终于让我撞见了吧 赵小雨 往哪儿藏了呢 我藏什么了 真拿我当傻了 哥 你来干什么呀 我来看你们俩 到底上哪书啊这是 你别误会 高律师他现在没有地方住 那爷爷的房子 闲着也是闲着 我就让高律师过来住了嘛 高律师 离婚净身出户啊 爷们 你怎么知道我离婚的事啊 猫有猫到狗有狗到 不是那你租这儿 他收你多少房租啊 小雨他不收我房租 赵小雨 你抢了老头的遗产 你现在还抢人老公是吗 你怎么那么有本事呢 怎么说话的呀 你能不能对小雨防尊重一点 行 我不跟你们废话 我就问你 房子过户了吗 已经过户了 小雨现在是这个房子的房主 行 什么时候分房吗 这个有些法律程序要做 手续比较复杂 没事 我有的是时间 我等着 红涛 人呐 你干嘛呢 我这我这买货呢 买什么货呀 不跟门口看着 东西让人帮走都不知道 是吗 哎 怎么了 房子没了 这 怎么没了 赵小雨把房子给过了户了 你不就盼着这一天吗 他把房子过餐了这些了 没过咱们这 不不 他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跟你说 我这心里头 我一直我就不踏实 盯着他 我今天上午我去 房屋交易大厅 你猜我碰谁了 赵小雨 还有高级 我说 又小雨 他在这儿碰着你了 啊 婶婶 我们把房子过户了 我说真是太辛苦了 婶婶得请你们吃饭 高线把话接过去了 说 这个房子呢 过户到这个小雨的名下 要是等小雨 把房子过户到你们的名下 分给你们这几个人 非常的麻烦 要走法律程序 你们兄弟姐妹四个人 必须同时到场 一个都不能少 这不扯吗 这不扯吗 你行 随时 你妹妹也行 你大姐也行 你大哥呢 二十八年没露面 再来一二十八年 谁能等到那会儿啊 那房子早塌了 给我都不要 不是 你大哥不是 这房子 你大哥要是永远不露面 这房子就永远是赵小雨的 你看出来这孩子 我真没看出来 这孩子怎么这样呢 上咱们家吃饭都不这样啊 你要记得吗 婶婶放心吧 这房子谁需要 我再给谁呗 说两遍 是不是 我问他两遍 说两遍 吃饱了喝醉了 我问他两遍 吃饱了喝醉了 一磨嘴 变了 你们老赵家怎么都 人都这呗 是不是那个 爸的公司你们一分 把他们惹急了 就改主意了 赵小雨自愿拿出的钱了 你别什么事忘了哥啊 什么事忘了 你行了行了 别弄这事 你赶紧通着你妹妹 通着你大姐 你们老赵家出大事了 房子没了 Sage 孙总啊 就是刚才 按照张总裁的 那个意思 我的那个方案 不是 我是说我们的方案 马上可以实施了 是吗 是啊 这个张总裁也是出于对您的信任 才接受这个方案的吧 你多想 你的计划和方案都很出色 现在集团也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 所以不要有任何顾虑 大胆地去做吧 这项计划呢 这次你来负责 我来给你当助手 不行不行 这是咱们公司的大事 责任太大了 还是您负责吧 你要锻炼一下自己的领导能力 现在刘副总就要退了 这对你来说是个机会 当然 机会和风险也是并存的 这是个挑战 你要好好把握 我 我一定努力 看你的了 你怎么才来呀 我想找我二叔去 跟他父亲请罪 我想与其让他们轮番轰炸 不如自己先跟他们道个歉 这样显得比较诚意一点 我现在心里挺难受的 要换做我的话 我也挺不喜欢赵笑语这个同志 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你又喝酒了 我陪客户 你陪客户需要喝酒吗 老婆你必须得支持我 现在领导特别器重了 我得大干一番 我的目标 直击公司副总的位置 我可以支持你 但是你不能老这么会 绝对身体不好 没关系的老婆 只要让我多赚钱 让你过上好日子 做什么我都能扛 你怎么这么好啊 嗯 房子是赵小语反悔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老赵姐是不是咱俩最亲啊 我不是看你跟我生气了 我就觉得你不会再理我了 为两万块钱 我至于吗 二哥我实话跟你说 我早就想杀你家刘平的威风 我们家刘平的威风 一点都没少 你把你二哥的威风全杀没了 那房子本来就是人家小语的 人家怎么处理是人家的事 咱们做长辈的 跟人孩子抢房子 就丢人不丢人呢 这话你真应该回家 跟你媳妇多说说 我跟他说 他能听我的吗 你是不是看你二哥这两天 没挨瞎呀 行了 等大哥回来再说吧 我这还要上班呢 赵文涛 我给你正宗声明啊 以后老赵家 不管有什么大事小情 你第一时间先跟我说 听见了吗 记住 老赵家谁都管得了我 我 我算老几年 玩儿 跑不到我就来一趟 在哪儿啊 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逃空的您再通过一遍 我说怎么找不见你呢 你一个人坐这儿想什么新事啊 嘿嘿 怎么又是你 这儿个地儿不错 一个人安静 来 快请坐 胡云 来杯咖啡 你住哪儿了 龙骨江七号啊 那儿老陈区 多吵闹啊 你搬我酒店去呗 我都安排好了 我就喜欢热闹 你住的房啊 房租贵吧 这房东不受我房租 谢谢 房东女的吧 猜对了 高材生 你不会真的有相好了吧 你不会是替一凡来调查我的吧 你别废话了 你赶紧地回去收拾东西 搬我那儿去 那老陈区就不是你住的地儿 行 你啊 回去跟一凡说 让他甭替我操心了 我一个人过得挺好的 真的不是一凡让我来的 那我就更不能跟你去了 为什么呀 我怕一凡误会啊 不可能 咱们那好的同学 怎么可能误会呢 你们俩现在离婚了 我得好好照顾你的生活呀 那我就担心 你会另有其托 高健 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呢 我一向这样你才知道啊 你 别别别别 跟你开玩笑的 你 你 来来来 你别在乎我 别生气了啊 我气死了 哎 要不这样啊 我请你喝酒 给你赔嘴 行不行 哎呀 行了 行了 啊 来 走 我 我 我